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六祖谈经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相信大家已经对六祖谈经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为什么是道说六祖谈经 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 福法是处于末法时代的 也就是说什么叫末法时代呢 就是真正的那个福法 它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了 所以说你到任何地方 你去请教人给你谈福法 它实际上都是有问题的 里面问题很多 但是由于道教它是属于正法时代 道教没有末法 现在的道教都是正法 所以说用道教的这个理念 去解说会更加正确 不仅更加正确 而且可以让你达到 性命双修的目的 可以让你不是简单的学习知识 一些空洞的一些文字 而是实修实证 达到什么效果呢 有人体的三个部分应该得到升级 第一 身体 肉体 应该进入升级版 这个时候 应该越来越健康 特别是现代的文明病啊 或者是一些慢性病啊 亚健康啊 都应该 慢慢的被消除掉 第二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 应该学习之后 我们应该烦恼 越来越少 心情越来越好 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安 烦躁的那种状态 应该越来越少 最后达到清净无为的道教的一个境界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 应该进入升级版 进入道教所说的原神 阴神 阳神 最后天人合一 达到一个非常高级的状态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叫庙行品 庙行品 庙是奇妙的庙 行是行动的行 这一品呢 但是因为我大量了解 很多人对这一品的 包括一些外面在讲这方面的内容 中的一些很有名的高僧 大德或者是教授 他们可能都有误解 他们讲的内容 里面 还是对我们实修实证来说 还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用道教上古修正的这个观念来重新梳理一下 这一片因为这一片很重要 为什么叫庙奇妙的庙 其实只要是不管哪一种宗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它是一种宗教 它都超越了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我们身体能感知到的这一个形而上的一个领域 所以说它就很妙奇妙 不可思议 不能解释 解释不了 不仅现在在几千年前不能解释 现在已经又过了几千年 道教从上古道教 然后到道家思想 老子道德经 及大臣 然后再慢慢的到东汉 再到张天师 后面到全真教 王重阳 邱楚吉 这些祖师 他走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直到我们今天西方科技是高度文明高度发达 但是面对这些宗教的一些神奇的现象 用这个庙依然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 因为就是用科学解释不了 这个应该是超科学 因为在我们道教的眼里 这些科学家很多来自于天界 或者是说来自于更高级的智慧生命 更高级的一些外星球 一些宇宙 他投生过来 他来帮助地球 所以说他们拥有的很多科技性的智慧 使我们人类一般普通人是不能了解的 但是即或如此 他要进入更高级的这种修行状态 他还做不到 这个行也是很重要 行动的行 就像西游记里面生悟空 他另外有个名字叫做生行者 孙行者 行动 你要行动 你不行动的话 老是在那里空想 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成就 不管是人间的生活 家庭 工作 学习 他都需要去行动 不断的行动 在这个行动的过程之中 总结经验 深花自己 慢慢的自己就可以 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 就像 一座大山 我们要从山脚下慢慢的爬上去 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向上走 而且还要控制好节奏 这个在道教教火后 你不要前面太着急 跑得太快 到了山中央 你就 泪瘫下来了 然后你没办法再上去 他们有的人 去上额密山就是这样 最后没办法 走到半中 要没力气了 最后 找人来把他抬上去 所以说火候很重要 妙行品 既要有奇事妙想 又要有行动 缺一不可 在做这个妙行品的时候 我们先说一点题外话 其实这个也不是题外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修行之中 有一种成就 也可以叫做修行的一个 伴随着修行来的一个副产品 叫做六神通 六神通 一般人一听六神通 就认为是 印度的福教传过来的 其实这是误解 真正的六神通是道教的 只不过福教来了之后 他在借用我们道教的这些词语 这些用法 他借用的 包括那个六祖堂经里面 把一个很高级的状态称为道 那就是借用 因为在我们中华民族 道那是一个本源 是最高层次的 是整个宇宙 不管是哪一个神 哪一个佛 哪一个仙 哪一个菩萨 哪一个罗汉 没有哪一个不是从道里面生发出来的道的产物 所以说道是最高境界 所以说很多人不懂 说这个道教是外道 所以说人你要去学习这个道教 你就知道它不是外道 它是这个整个地球上最高境界的一个宗教 一个修行 整个地球最高境界 没有之一 我们慢慢的了解 这个有依据的 我们先看庄子里面 怎么说的 呼耳目内通 而外语心之 鬼神将来色 而旷人佛 翻译过来就是说 我们修炼到一定的境界之后 我们的这个耳朵眼睛 它就会发出神通 我们的心就可以感知到鬼神 感知到灵魂的状态 也能感知到其他人在想什么 这就是神通 佛教里面讲的六声通的最后一通叫做漏静通 他们也认为是佛教的 其实是道教的 佛教是借用的 道教这个漏就是我们中国的 一个 就像现在的手表 一个计量时间的一个工具 叫漏 漏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时间限制 漏静了 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说道教把它用来做什么 叫做长生久死 就是没有 永远不会死嘛 不死不灭 永远不会灭 这就是修到最高境界 所以说这个漏静通是指的永远不灭 这是后来佛教哪去 把它当成了一种 解脱到一种一种状态 然后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定要明白这个神通之说 六神通是道教的 上古道教 不是佛教 佛教只是借用的而已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不是分别性 这是还历史的真相 这是一种智慧 第一个通神通叫天眼通 我们每个人 我们这个眼睛只能看到近处的远处的看不到 还有就是只能看到这个空间里面没有遮挡的东西 如果是墙对面 看不到 这就是肉眼 我们普通人的眼睛 但是如果你把它给天眼打开之后 叫天眼通 它就可以看到 地底下 比如说地下十米以外 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可以看到 比如说天上 隔壁 甚至很远的地方 它可以看到 在我们道教神仙里面就有一个千里眼 它就是有天眼通 在西游记里面就有 孙悟空刚刚出世的时候 就惊动了玉地 就去看看下界人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拍了千里眼顺风耳去看 这个顺风耳就是天耳通 我们一般的耳朵只能听很近的声音 远处就听不到了 修行好的人 他可以听很远的 甚至可以听到天上 神仙说话 所以说修行道教的法 法术里面有一个耳抱神 就是他修好了之后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他耳朵旁边就有一个复发神 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 他可以听到 旁边人都听不到 只有他能听到 这个叫天耳通 他心通 他心通就是说 一个人 我们要别人心里面想什么 要告诉我 请问你在想什么呀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知道了 这个他心通就是 你修炼道教功夫 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之后 你心如止水 那么你旁边这个人心里面起心动电 你可以感知到这个在西方科学里面 已经有人在做这个事业叫做心电感应 就是那个心灵会发电 一种心电 他可以感应到 他知道他正在想要出去吃火锅 这叫他心通 神祖通 神祖通实际上像圣悟空一个金斗48000里 这就叫神祖通 神祖通就是他能行走自在 像那个水府里面有一个人 108条好汉里面有一个人 他就是日行千里 他在那个脚上放一个什么道教的一个法术 他就可以跑得很快 宿命中 宿命中 就是我们每个人不止这一世 投胎转世之后 我们就忘了 不知道了 我们的灵魂进入这个身体投胎 他这个头顶百会节 也关上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 通过修行之后 道教的修行就可以 打开一个通道 像我在过去修这个宿命中的时候 打开一个通道 进入很深很深的那种 恍稀夫息 就可以看到前面 有感觉 不断向前追溯 就像 慢慢慢慢就 从 年龄 一年一年的返回去 最后反到 婴儿状态 最后穿过一个很黑暗的一个通道 叫做 黑带 黑洞 然后突然发出光明 一看 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 就是自己的上一世 以后我们的修行的人 有的人他 宿命通可以回忆起 上一次自己是什么人 在哪个朝代 干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妙行品 我们就讲一点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很妙 很妙 很奇妙 很不可思议的 然后第六一种叫做 漏金通 漏金通就是刚才说的 不生不灭了 永远不会死 所以说他们说道教还没摆脱轮回 说其他的宗教比道教高 这叫 无知者 无畏 就是他不知道 他从来没研究过 他也没有老师指点 也没有师父 所以他不知道道教到了什么样的境界去 你想想连这些 神通的这种最最原始 最最 他的来历都是道教的书籍里面记录的 而道教还有最高级的叫做不理文字 在这个不理文字这个这个境界里面 你更根本不知道 所以说道教 不是到了道教的最高境界 才摆脱了这个生死轮回 不是这样的 打个比喻 现在修行一共有 四层楼 就是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那么十个阶梯 道教只需要走到第五个阶梯 就摆脱了所有的生死轮回 这个第五个阶梯 正好就是佛教达到的最高境界 叫做大车大路 庆功圆满 后面还有五个阶梯 是能量的不断的生发 那么我们人类怎么用呢 我们就可以用来治病呢 我有了能量 我在听讲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面 祈祷 我就默念 太医救苦天尊 大慈悲 可以祈求太医 救苦天尊 他的这种能量的加持 因为这个都是秉承道教的这个精神 能量的输送 采集 发送 所以说我们只要在这种状态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加持 得到能量 在整个听讲的过程之中 要把全身八万四千个毛孔要打开 三百六十五个鞋位 打开 这样你就不是简单的在那里 学点理论知识 那是没意义的 我们从小真正的修行的 道教修行的叫做口传心寿 口传就是听听 说不定就听几个故事 根本就没有 师父他有时候还没跟你讲什么知识 就讲几个故事 但是他暗暗的那个心力 发出能量 这个叫心寿 心寿就是一种传承 什么叫传承 就是你得到了 你什么能量都没有是空的 那不叫传承 谁都可以买两本书 比如说道德经 清华书店去买一本 天天看 那不叫传承 因为你没有能量的 这就像有的知识分子 他把这个道德经当做 当一个哲学思想来研究 他就不叫传承 所有的传承就是一种能量的获取 吸收采集 那么你第一个要达到的就是身体健康 全身七斤八脉 十二斤脉 流通自然 小周天自动的打通 这个和社会上流传的那些念工不一样的 他们那个念工打通那个小周天 用一个想象去想 我把它转一圈打通了 那个没用的 那个才处于最表层的那个太阳精表层 人体的这个皮叫做皮毛 皮毛表层 而真正的这个道教的小周天市里的能量巨组之后 比如说我采集外宇宙能量进来 然后我体内的这个 先天的这个蒸气 我充足精气神把它混练一起 然后我的五脏六腑 金木水火土 我把它混练一起 我的身体的这个 练到这个程度上 这个是什么心脏病啊 肾脏病啊 肝脏病啊 胃病啊 已经都 已经很健康了 因为你在念的过程中 它首先就让你健康 这就是道教和其他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学习任何一个宗教 一定要明白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种六神通 但是我们道教呢 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 不要看到这个六神通 觉得很很神奇 不可思议 甚至有的人怀疑是不是有啊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 真实存在的 但是就是这样 后面一句话更重要 叫做道教认为 万般神通皆小数 唯有智慧为大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说了 这样神通那样法术 都是一种小的技术 小的技能 小的法门 小的不是大的 什么是大的 智慧 唯有智慧为大道 为什么智慧这么重要呢 福教里面讲的是 薄弱智慧 出事件智慧 如果你真的修到很高级的境界 你还是挺有智慧 但是我们道教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你去观察一下你到其他任何一个宗教 进去之后 你就会被反复叮咛 反复告知 你信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怀疑 你不要去质疑 你如果发现里面有什么漏洞的话 你也不要多说 如果你到一个寺庙里面发现某一个师傅 不懂这些法 你也不要多说 这叫什么 这个叫不要思考 不能思考 因为你只有不思考 你长期不思考 你就脑袋就越来越退化了呀 人类的智慧是越用越灵 它和其他能量不一样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神通法术 很多东西你还不能经常用 你用了之后可能就寿命就缩短了 因为它是能量的发送嘛 但是智慧就不一样 所以说智慧是最重要的 这是这是道啊 智慧就是你不用的话 你就退化越来越笨 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去用 你见到任何问题你就多想 怎么想呢 很简单了 一定要多角度 什么叫多角度 就是你要设想 你站在东边去想 站在西边去想 站在南边去想 站在北边去想 站到上面去想 比如说我站到宇宙上面 向下面看这个地球 这样去想 或者是想我站在水里面看这个 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要用 很奇妙的一些角度 去思考 那么我这个就叫智慧 当你拥有了这种智慧之后 所有的神通他就变小数 你看看 古望今来 有神通的人 有法术的人 那还是很多的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 入了末道 到了妖道 因为他智慧不高 他可能就做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而且自扯自己也 很夭着的人也很多 就是他没有智慧 他妄自去 过度的去运用 那都是不行的 而智慧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 你的记忆力要好 你学过的东西 你看到的人 听到的东西 你能够 一下子把它 当你要调动它的时候 你要运用的是大脑 相当于大脑是电脑软件 你马上能够调动出来 比如说我曾经到过北京 我现在给人谈北京的事情 我脑袋里面马上要把那个 相当于有一个开关 我一下子点开 我曾经看到过的北京的那些情况 我就要浮现在我大脑之中 我才能够一个一个的拿出来运用 这个叫智慧 第一就是我能随时调动 我这个记忆里面的这些知识 第二个我能够思考 我光能调动 那就成了一本新华字典 我又不能思考 那有什么意义呢 没意义的 所以说道教要让我们思考 一定要独立思考 什么叫独立思考 现在有一个最伟大的人 比如说学佛教的人 他们最崇拜阿弥陀佛来了 这最伟大的人 然后他说怎么怎么怎么 你就一下吓坏了 不敢想了 你就不叫独立思考 这不叫独立思考 或者是有一个很权威的 我们这个地球上 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很权威的 某方面的科学家 或者是某一个权威的哲学家 或者是一个大官 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官 他出来说什么什么什么 你听吓坏了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不叫独立思考 道教追求的独立思考 就是说现在有任何一个 外来的力量 强加于你身上的一个观点 你都要去自己再过滤一道 再思考一下 看看这个观点 有没有可以完善的地方 看看这个观点里面 有没有还可以补充的地方 这个叫独立思考 哪怕你思考完了之后 和他最后说的是一样的 这个也叫独立思考 而不是说他说什么 你就说是什么 那不叫独立思考 就像古代有一个人 他为了看看下面的这些人 师父听话 他就把那个奴子 他就说这是一匹马 结果所有的人 一看是个奴子 有几个胆子胆子大的 就说这是奴子 不是马呀 马上杀掉 然后过几天他又又指着了一个奴子 哎这是一匹马 这次胆子小了 还是有几个人在那里 悄悄地给旁边说 这是个奴子不是马呀 然后他旁边有他的人 听到了之后又杀掉 这样反复多次之后 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马 结果所有的人一看是个奴子 然后都说这是一匹马 这就丧失了 而道教所以说培养的都是天才 都是非常杰出的人 而道教在中国历史上 为什么你看现在很傻 是因为不是一个伟大的君王 他不敢 他不敢让这个道教 发扬光荡 必须像唐朝 李世民这样伟大的 在中国历史上 汉武帝这样的人 这样的了不起的君主 他觉得他能驾驭这个道教 他才敢 让你在下面传播 他如果觉得自己不能驾驭 他自己的胆子很小 他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驾驭 这个道教里面培养的人太聪明了 太有智慧了 太厉害了 干脆让他们不许传播 谁说道教就抓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道教这么少 并不是道教不能传播 而是他有历史原因 你们只要长期听道教 听到一定的时候 你的智慧就和你旁边的人 就完全区别开来了 他们看不懂了 你一下就看懂 他们不知道了 你一下就知道 这个在人身上怎么去治疗疾病 那就不一样了 你就高了 你就很高超了 因为你道教的观点 你看待这个疾病 你看法和他不一样 一般的人看疾病 比如说看一个肿瘤 一个比如说爱滋病 或者是看一个很严重的一种疾病 不能治疗的 他就把它看成了一个什么呢 他是单角度 他就看着他在肉体上的身体上的 道教讲的是多角度去看问题 看这个疾病 他就不是这样看 他就想 在身体上 而身体只是我们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还有心理 那么我们能不能除了在身体上动脑筋 比如说中医 中医就是从身体上动脑筋 让他发汗出去 或者是让他拉肚子把拉出去 或者是用排毒的方法排出去 或者是用嘔吐的方法抖出去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从心理方面 通过控制他的 调动他的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治病 达到治病的效果 比如说对一个特别悲伤的人 让他天天去看那个相声笑话 如果有一天他肚上哈哈大笑了 他那个病就会好 而一个人 太高兴了 刚刚相反 你让他去看点悲剧 看点看点那个 专门吹人眼泪的那些那些电影 他在那里哭了哭了哭了病也好了 这是一方面 第三方面 要从灵魂上啊 灵魂是最厉害的最最大 在上面动脑筋 我们要通过外在的力量啊 天上的神仙 你看是不是能帮助我呢 我要从这上面动脑筋 然后金木水和土 我要想这些金木水和土 它是这个宇宙叫做道法自然 这个宇宙已经生成了这些东西 他是不是能让我这个疾病好 金木水和土 都要去想 这个外在的这个金木水和土 一定比我身体的这个强大 比如说大海 肯定比我身体里面这一点水强大吗 人体就是肾脏为水 它是相通的 肝脏 外在的一棵大树 比如说已经活了300年 那这么长寿 他所拥有的能量 肯定可以帮助我的这个肝脏治病呢 金 我们的肺属金 我们就要想 外面的一个铜矿 一个金矿 那个能量不得了 金的能量啊 他对我的这个肺是不是有帮助啊 这就是道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 你如果把这些搞懂了 你时修时正 你会有感觉的 然后我们还进一步 道家不是思考问题 不是这么简单的 还要进一步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人生 他可以大不元气的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 他可以把它救回来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人生 长白山的人生是特别好 比如说上次我到有一个地方去看 很小一个人生 他标价是300万 他很小一颗人生 他他要卖 价值 就是300万了 我买不起 我没这么多钱怎么去买来 但是我用道教的方法 可以用 叫做道日经月华 为什么用个道字 道是偷的意思吗 是不是不到的 不是 不是 他只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意思 很珍贵 你买不起 但是你可以到 这个道并不是不到的 而是大自然已经给我们了 只是看你有这个智慧没有 所以说智慧才是最重要的 你能不能理解 比如说我就可以去看 那个300万的这个人生 我每过几天去看一看 我把它记住 我去感应一下 让他和我的身体发生感应 然后回家修炼的时候 比如说我打坐或者站庄的时候 我就想了他 想着那个人生 然后我采集天地之气吗 我难道不可以采集那个人生吗 我采集过来那样 比你此人生还好 但是这个就是道教的思维方法 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看 并不一定要教你一个具体的什么 但是如果你学会了 你只要天天认真的听 听我讲讲经说法 你得到的是真智慧 这个真智慧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你学会的是一个思维模式 道教的最高级的一种智慧 就像有的人说 像佛教的 有的人上次我们讲过 看到一个老虎饿了 他就把自己的身体的肉 送给了个老虎吃 这个叫比较智慧 没有智慧 如果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医生 你就死了呀 你为了救一个老虎你就死了 后面还等了一千个病人 你能治疗吗 不能治疗 说明你没有智慧是愚蠢的呀 很笨的 是不是啊 独立思考 一定要独立思考 不然你不懂 你给他一条鱼吃 有什么用呢 过后还是我死 所以说道教是要教会你的这种方法 我讲的所有的东西 在过去都是不传之谜 现在为什么要讲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到了 因为推背图早就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 道教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国教 我们只不过是天砖天瓦而已 还有更重要的人 更重要的神 更重要的仙 将来他们会在很重要的位置发挥力量 发挥万丈光芒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预言 推背都早有预言 我们只不过是能看懂 其他人看不懂 不知道在说什么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妙行品的原文 很多误解的东西 我们要用道教的思维模式 正道 来分解它 来思考它 来从多角度来 来实修实证 这样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我们天天越来越快乐 我们灵魂会升级 在今生今世就可以 震到不生不灭 今生今世在寿命终点上 我们就可以到东方长落世界 永远没有生命 慧能说 此门坐禅 缘不住心 以不住静 以不是不动 他就讲了这个 禅宗的这个坐禅 他不是印度那个坐禅 因为我早就说了嘛 禅宗实际上就不是佛教 根本就不是佛教 禅宗就是道教的一个分支 上古道教的一个分支 就是道教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让你们明白 我这个是有依据的 西游记 孙悟空 就是讲的六祖慧能 而佛教 印度的真实的佛教 包括你现在去看佛教 他有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思想 只要没有这个思想 他称为法印 三法印 四法印 很多法印 就是说 这是福祖传下来的 佛教的法 只要你违背了他 你就不叫不叫福法 而 慧能的这个禅宗就完全违背了 完全和那个没有理解关系 这个三法印里面最关键的第一个法叫什么 苦 痛苦的苦 我们人间人类是痛苦的 苦还吗 苦空无上吗 第一个是很苦 人间很苦 第二个空 四大皆空 什么都没有 就算有也是假的 无常 无常还是苦 因为你抓不住 比如说有的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心甘宝贝呀 很好很好 要爱他一辈子 三蒙海思 最后呢 在离婚的时候 恨不得永远不要看到对方 无常啊 抓不住啊 或者是你想要一个东西 得不到 这叫无常 这个福教总结了很多 人类为什么苦 有很多一二三四五 很多理由 我就不多说 反正没有好的都是苦 这是叫福教 因为这是叫中心思想啊 就像你要看任何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你一定要抓住啊 福教 印度福教传过来 他的中心思想第一个字就是苦 苦的 没有好的都是苦的 哪怕你觉得好 也是短暂的 一会儿就没有了 留下来的还是苦 记住这是福教的中心思想 第二 空 随便任何东西最后都是空 比如说 你一个手机 要不了多久 坏掉了 扔掉了 空啊 还是一场空啊 你赚了很多钱 最后死掉了 带不走啊 还是一场空啊 这个叫福教 空 第三个叫什么 无常 无常就是 还是还是还是苦啊 任何东西最后都得不到 都会变化嘛 海思山梦亦 空无常对吧 你只要是按照这个事项走 那就是服教 来我们看看 慧能的禅宗 慧能禅宗你通关整个六祖团经 你从第一个字一直看看 看到最后一个字 你会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世界没有苦 没有烦恼 没有无常 只要一个宗教 他说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他说出这个世界没有烦恼 没有无常 那么 他就不是福教啊 他怎么会是福教的 他完全彻底打破了这个福教的这个 这个中心思想嘛 已经把他打破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去研究他 你就知道为什么孙悟空是 虚普提老祖 就是他这个名字是一个福教的名字 虚普提嘛 虚普提是 是那个 你去看那个金刚经 虚普提是提问的一个人 为什么 虚普提老祖 会能本人有命工 但是没有传世 一个弟子都没有 为什么 这有承诺的 因为他的使命 他是从仙教下来 太上道经那里下来 他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个 上古道教的这个真经 放到这个福教的那个衣服里面去 这里面为什么 我们人类无法思考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 这是非常大的智慧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就像我们投资 为什么很多人投资失败 因为他不懂分散投资 失败的让我告诉你 都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笔钱 他把所有的身家性命 就投了一个生意 要么大成功 发达了 要么失败了 破产 真正高明的投资 按我们道教的方法 那要分散投资 道教讲分散投资 因为太上老军亲自示范 太上老军已经把 他的这个最高明的法 放到了辱食道里面去了 辱教也是道教的东西 放进去了 道教张天是哪里放进去了 然后辅教里面最关键的 这叫分散投资 当统治阶级要打倒某个宗教的时候 打不完 你只能打一部分 因为你感觉每一个宗教的内容不一样 你觉得这个对我有害 我把它打掉 另外一看 这个对我比如说辱教 对我还挺好的 不要打掉它 那么就保成了这一个火种 这个叫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世界有很多的文明古国 最后都没有了 只有中国可以这个 传承了 从来没有断过 就是因为天尊的慈悲 以他那个大智慧 整个宇宙的总的导演 他早就做了安排 所以说你这个统治阶级 你再聪明 你跟天尊相比的话 你还是叫人类 所以说你不知道他早做了安排 你打掉这个宗教 另外一个宗教还存在 你打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还存在 因为他把它的分散出去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美国的硅谷 里面风险资本 为什么他们很成功 比如说中国一个天使投资 徐小平 为什么成功 因为他会把一笔钱 他本人的一笔钱 他会分成一百份 他投到一百个地方的 比较徐小平 他自己自诉 他曾经有八十次投资 全部亏损 八十次 看懂没有 投资的风险就有这么高 你一个外行 比如说从来没有开个火锅馆 我看到别人做得好 我也想做 失败的可能非常大 你想想徐小平这一只高级知识分子 又做生意 新东方里面的三大元 他都会八十次都败了 但是为什么他又发财了呢 因为他 八十一次 那一次他就赚了几个亿呀 他那一笔就把他亏了八十次的亏了全部撞回来 还有剩的还有还多的 他就这样做下去了 这叫分散投资 所以说学道教 你真正一直学下去 天天听我讲过 你不仅仅是身体越来越健康 你生意越会越做越好 你家庭越来越好 婚姻也越来越好 你只要在家里 你去尊重女性就可以了 女性他不跟你讲道理的呀 他是感性动物嘛 男性是理性动物 属洋气 女性是阴性的 他是感性动物 阴性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啊 所以说很多人发出感叹 很多男 特别是那种年轻小男 小男生 刚刚开始谈恋爱 他说好奇怪 我这个女朋友搞不清楚他 他一天就可以喜怒哀怒好多次 完全搞不懂他想什么 阴的东西他就变化很快 因为他柔顺嘛 就像水一样 他可以随时变化 羊的东西他就不一样 就显出出来了 而且阴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呀 所以说他会 女性他他高兴了 他会说他可能会不告诉你 他不高兴他也不告诉你 他会用另外的方法 很含含含吾吾的方法 如果你懂得道教 你的爱情婚姻都好 çok含吾吾吾吾吾吾的方法 你 fret 你的耳朵 印度的座船就是打坐四藏八定 惠能这个他否定了呀 因为他是道教的 上古道教的信公 叫做逍遥自在 当然他不会说逍遥自在这几个字 但是实际上已经做到了 他这个所谓的座船不是真的在那里坐 而是他指的我们这个心 我们这颗心能够安定下来 就是外面有人在骂你 或者是有人指着你的鼻子 说你是个坏人 你知道自己被冤枉了 但是你心里面很安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就是他外界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力量进来之后 他不能触碰到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是安定的 这个叫做 而外面纷纷云云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你能够一刹那剑看到你的内心 安静的这种能力叫禅 这个叫做禅 外面不管发生什么善良的也好 坏人也好 你的信念不起 这就叫做 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障碍到你 这个就叫做禅 但是呢我们要解释一下 这个很多人都误解 他们认为会能说的 不是善 不是恶 就是说看到好人来了 你也没什么感觉 看到坏人也没有什么感觉 就天大的误解 不是这样的 那叫愚人 见到善良的人 你心里面不战不战胆的 哦这个人是个好人 说明你根本没有思维能力啊 所以说一定要学会思维能力 按道教的方法 正法 这个叫正法 就是你看到的坏人 你心里面要知道这是个坏人 如果你有能力能制止他 那就非常好 这是应该提倡的 不管是道教也好 孔子乳教也好 成为圣贤之道 都是遇到恶人的话 是要制止他 想办法制止他 控制他 让他不要扩大他的这个坏 不要看到一个小偷 你如果有能力的话 就控制他 你没有那个能力 你怕的话 你也要提醒 这个被偷的这个人 你要想办法去暗示他 提醒他 让他引起警觉 最后没有偷到 你这个才要修行 你说上我都不知道 我看那个小偷在前面偷东西 我不理他 我修行非常好 实说八道 这是乱说 都这样修的话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这个民族就没有了 日本人来庆约 你就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 让他庆约吧 最后整个国家就变成日本人的 不是这个道理 你还有一点正义感吗 人一定要正义感 就是说你在做正义的情况下 你心里面 并不觉得自己很高大上 这个就叫做 你自己去看一件 你去做一件好事 比如说有一个教官 吃不起饭 你来来来来 我请你吃一顿 在请他吃的时候 你心里面一点不觉得自己在做好事 这个叫残 你能够看到你的内心的起心动念 这个叫做残 所以说一般人他只要没有明示指点 他去看这个六祖谈经也好 他看其他的这样经那样经 他都是越来越愚蠢 变成个傻瓜了最后 连一点上我观念都不懂 而且他的生活会一塌糊涂 他的婚姻越来越糟糕 很多人学服之后 婚姻越来越差 为什么 因为他的做法不对 就像刚才说的 他我行我书出去了 我今天要打一个残妻 然后他家里说不定遇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另外一半需要他的帮助 他不帮助 他说我那个更重要 辅助更重要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那叫私心杂念 那叫贪心了 你就天天贪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贪心了 那是修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道教这个正法 来看任何一本经书 不管是福经也好 还是生活中的书 不要用道教的这个正知正见 他们都会说呀 正知正见 实际上全是福说八道的 歪之歪见叫做 没点正能量 但是所谓的正能量 我这个正能量 不是平时人说的正能量 而是用道教的 独立思考 来会能继续说 外理向为禅 内不乱为定 他其实这个所有的说法 其实都围绕着一个道理 就像刚才说的 我不是说我看到外界的好人 我也不管了 看到坏人也不管了 这是天大的不解 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是修不出来的 你想想你吃杯 说的大慈大悲 那是那成了一句废话 你能大慈大悲吗 看到一个小偷你都不想管 你有什么大慈大悲啊 你胆小入属吧 如果不算是胆小入属 你至少是愚蠢的 没有正义感啊 所以说我们学道教的人 一定要纠正这些观念 变成一个有正义感十足的人 你想想 难道我们的天上的这个神仙境界 一点正义感都没有 那还不乱套 外理向为禅 就是我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包括家庭 比如说你另外一半 对你很不满意 所以这样也做得不好 那里也做得不好 在这个情况下 你知道他在指责你 你可以跟他道歉 你可以低调 你可以好好的给他解释 但是你的内心深处呢 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 不要愤怒 没有愤怒 这个叫禅 这个就叫禅 你的上级 突然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里 说你做错了什么什么什么说 你一听 好像你被冤枉了 但是你不要愤怒 你没有愤怒 你能看到你心里面不慌不忙 然后你给他解释 然后可以去验证呢 最后验证发现你被冤枉的 这个上级也就明白了 这个叫内不乱为定 就像打仗一样 那些将军 有可能突然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是意料之外的 他没想到的 他马上坐下来想办法 应对 但是他这个心并不慌 你看那些真正慌的人是什么 就是 打败仗的将军 遇到强敌 一冲 他的整个军队就乱了 指挥都不知道怎么指挥了 这个叫乱 就是说有任何的外来冲击 对我不利的 我的心不乱 我可以撕下来 安安静静的思考 为真定 你这样 你就学到了 你这才是真正的 最高境界 这个才在修炼 比如说突然听到得了癌症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绝症 但是你观察你的内心是说 不觉得很害怕 这个就叫残 你就有残了 然后你还是有智慧啊 你要思考是不是搞错了 你到另外的地方 再找两个医院 三个医院去检查 发现啊 不是癌症 是个良心的肿疗 你能够不慌不慌地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叫真定 这就叫禅定 这就是禅定 这就是辉冷讲的禅定 这是道法 这是信工最高的成就 被我们的天尊 太上老君总导演放到的福教里面 所以说福教里面的这个残忠 其实就不是福教 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土生土长的道教 只不过这个道教 它区别于张道林 张天师创立的这个道教的 就相当于有一个老师很厉害 太上老君 他教了很多学生 这些学生创立了不同的学校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但是实际上都是道教 没什么区别 他反复说明这个道理 外离向既禅 内不乱既定 外禅内定 视为禅定 然后他引用一句福教的经典 你既然叫禅宗叫福教 你当然还是要用福教的话来说话 但是解释方法完全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是道教 这哪里是福教 我本性源自清净 善自使 于恋恋中自见本性清净 自修自行 自成福道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明白 不仅仅是耳朵在听 我们一定要有接收能量的这个思想 这是道教口传心寿 上古修正的关键 你一定要去接受能量 你要去体会全身 是不是有特殊的变化 比如说心脏会不会突然突突突跳几下 或者是你哪个地方 腰部本身是有疾病的 他会不会突然发胀发热 这个是接受能量 这个叫实修实战 有的人听着听着全身摇晃起来了 这在接受能量 总的来说身体有这几种变化都在接受 热 某个地方发热 动 某个地方在篡动 就是好像突然一个麻素素的感觉 从手背一直到到手指尖 这个叫做篡动 这是内动 外动 就是身体好像晃了几下 不由自主的 不是自己想晃 他自己在动 或者是明明在听这里 突然脑海里面出现了图像 比如说上次就有一个听众同学 他就告诉我 他听的时候 突然脑海里就有一个道士 一个老道士 他就很清楚的就看到了 这就是接受能量 能量就过来了 被你感受到了 有的人可以体内的这种 疾病的地方突然减轻了 有的人会突然刺痛一下某个地方 这些都在接受能量 你如果没有接受能量的这个概念的话 你就不是在实修实证 身体就好不了 就是学的理论在听故事有什么用呢 这不是简单的在听故事 这是道教的传承方法 就是要叫做口传心寿 我一边讲一边请 他以救苦天尊 给大家以加持 而这种力量 只要你安定下来 你能感受到一种外力的进数 他不是时间空间 他没有这些东西限制不了他 不管你千里以外 你在美国你只要听信号只要能接上 你就有感觉 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修炼的程度 你反复听 这个能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 很多疑难打症 包括癌症 极有可能 不咬而喻 就没有吃药 突然就好了 这个一点不奇怪 太多了 以后大家在听的过程中 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提问 这上面可以提问的 然后我们汇聚之后 下一堂扣给大家解释 让大家明白 我再重复一遍 这个很重要 禅定不是说的 什么善人也不知道的 做坏事也不清楚了 不是这个意思 千万不要做这种人 你按道教的观念 看到了坏人坏事 你能够直接查手管 你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因为你要守戒 道教的最大的就是两个 第一不伤害他人 第二不伤害自己 你如果觉得你有能力 你马上插手 让他打住 把那个坏事停住 这是了不起的功德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想办法提醒那个当事人 如果你因为你的原因 他解脱出来了 你这也是功德无量的 而且你也在保护自己 也在保护他人 你自己也不会受伤 第三个就是说 你可以远远的打一个电话 向有关部门反应 比如说有的情况可以打110 有的火警可以打119等等 都可以 就是说你在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上 看到任何的坏人坏事 一定要立即参与进去 这才是修行 这才是妙行品 如果学到最后自己对这个人间完全搞不懂了 那这真的是四大阶空 那就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六祖堂经 因为六祖堂经是上古太上老君道教 亲自传下来的最好的道法 他叫禅宗 他不是副教 他只是穿了副教的衣服而已 意境的道理也很重要 就是周易六十四卦 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他 因为他实际上是一种争断术 六十四卦 比如说打个比喻 有的人他突然听说得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疾病 他就他就乱投医 他害怕呀 有的人乱投医之后就出了问题 还有就是乱买保健品 因为现在保健品太多太多 可以说据我了解 90%的保健品 都有都不太好 都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有很少的保健品是好东西 大部分都不好 都有问题 都是为了包装 科技包装 这个时候你如果懂得这个 占卦 用三个铜钱 你要一个卦出来 打个比喻 如果我得一个卦叫做天类无望 天类无望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轻举妄动 那么我就知道我现在去找那个 比如说我现在要到某某地方去 突然到了一个天类无望 不能去 如果要去的话就要不要做决断了 去了之后也不要决定 只是去试探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这叫智慧 你们以后学学学了之后 你对比一下就知道 学道教你会越来越幸运 过去我还不知道 我从20多岁开始行道 19岁开始开始跟人 咨询 29岁我就发现一个怪现象 很多人跟我深度交往之后 他的运气越来越好 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偶然现象 但是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 我一看都是确实是这样 我就反复思考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受我的影响 他开始信道 他会得到 他以救苦天尊的加持力 与众力量的 这是力量是真实存在的 只要你心成 可以得到 第二个就是说 他按照我 大家在一起聊天 他按照我这个道教的这个思想 他做任何事情 他用道教的思想去 去指导他 他发现越来越顺利 不走弯路 比如说同样是投资 有的人 他明明知道有风险 他还是要去投 为什么他心里面看到那个利益 他觉得这么大的利益 无论如何要去 他还是要去 就是这前几天就有一个事情 有那么一个人 他要到某某地方去 摇了一个话不太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要去 为什么呢 已经做了安排 必须去 最后去了之后 发现 确实是不太好 这就是这就是人心 但是如果用于投资的话 你相信的道教确实觉得那个投资有问题 或者是挂项很不好 你就少投一点嘛 你本身想投多少钱 你就把它先斩掉一半再说 然后你就那几个找几个合伙人 万一不那么顺利的话 几个人平摊的话 你的压力就小很多呀 这是道教的智慧 不要贪心 阴阳两面 想任何问题 不要想好的那方面 先把不好的方面想一下 你要去承受多少的压力 你再去做决断 这就比较好 然后你每次听讲 包括我前面还有很多讲课 你都可以听 听的时候都要保持一种近见 就是全身要放松 心灵要放松 然后去接受这个能量 不断的接受 这样会越来越好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课程 这个小故事是西游记里面的 有个元首层 元首层是谁的 他是这个元天刚的叔父 元天刚是非常有名的 当时因为当时据说武则天 在很小的时候 就请他去看 但是由于当时武则天穿的是 那种小男生的衣服 装扮像个小男生 所以说元天刚看了之后 说不得了 如果是个男生的话 那就更不得了 那就是天下之主啊 皇帝啊 他以为是男生 他说如果是个女生的话 就要做皇帝了 结果果然武则天最后做了皇帝 这个元首层呢 就是元天刚的叔父 而元天刚和李孙峰 就一起写的推背图 推到我们现在以后 几千年以后的事情都有 西游记里面讲的这个很有很有意思 我觉得大家可以受点受点启发 就是有一个人 他天天打鱼 打鱼之前他到元首层那里去站一挂 站一挂 然后他送一条鱼给他 他就收他一条鱼做卸金 因为站刮他肯定相当于一个咨询行业嘛 就像律师 你任何去请教律师的话 他按小时来收费的 他就是收一条鱼 然后这个元首层就用 易经告诉他 你今天到哪个地方 东边去西边南边北边 反正每天都指一个地方 他去一打打打上了很多鱼 这是这件事情被那个当地的龙王知道吓坏了 就去找他的麻烦 让他算 什么时候下雨 结果他一算算出来之后 龙王就耍小心眼就想 我是龙王管管这个天地的变化的 我会改变一下 最后这个龙王改变了 改变之后 这毕竟是上天的旨意嘛 你一个龙王改变肯定是大火临头 最后上天上就下命令来把它斩掉了 这个龙王就死掉了 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古人 包括红龙梦 水府 所有的最经典的小说 它里面都有对易经预测 过去未来 都有这些内容 而且是正面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做的 东南亚当地的人 就是那些企业家 特别是他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这个可以规避风险 如果真的撤出一个挂大胸 我宁愿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以防万一 特别是有的人出门 要坐飞机 如果得到一个挂大胸的话 宁愿推迟几天 因为在这种人生的这个 一个漫长的这个旅行 我们人这个地球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来旅行的 来修炼的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 你要善死善终 这是道教讲的 要善死善终 不要中间出现什么幺蛾子 不要出现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需要规避风险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那个易经有一种方法 我今天一讲大家可以去用很简单的一种预测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上天垂向 就是说一件事情 大事要发生 它天上会降下一些异常的现象 比如说很多人说地震不能预测 其实地震可以预测 那是因为预测者不能说 说了会被抓起来的 腰痒或中麻 从不至今 只要你说出一些比较异常的现象都有可能被抓起来 它有异常现象 比如说文川地震的时候有很多那个青蛙之类的 几万个十几万个跑到街上去了 一看就不对 应该马上远离那个地方 好像那个唐山大地震也有很多动物 动物它有感应的 地下有电波嘛 有各种不好的东西出来 只要有异常现象 立即远离 好 把这个运用一下 打个比喻 今天我出门办事 发现 老是红灯 走几步一个红灯 走几步你知道今天办事不顺利 你要多想几个方案去应对 这个就是叫上天垂向 以后你们就知道 你们就观察身边 你要办任何一件事情 你就看周围发生 你出门之后 第一件事情 遇到的如果都是好的 那你可能今天很顺利 你一出去就发现 有个小孩子在那里哭 你就有可能你就印在你的这个事情上 就不太顺 大家可以去用 去试一下 办任何事情都可以用 就是 比如说你两个人正在谈什么什么事情 突然旁边听到在吵架 那么你就知道你们谈的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开始 有很多 不说 有些疑难的东西 你去做 去试验 这就是 易经呢 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 就是你其实都在用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好的 我们今天课程就基本结束了 最后 最后一定要把全身的毛孔 关闭 把两手 我说的方法就是那个大拇指 捏在这个拳头里边 这是道教的方法 你去看那个婴儿 小孩子 他就是这样做的 先天功能了 我们要返回先天就要就要学习婴儿的功能 这是一个印 这是一个绝 把这个大大拇指 掐在那个 直丑银毛的这个子 就是无名字的根那个地方 这叫直觉 你用力一 全是用力 然后收紧全是毛孔 收紧365个鞋位 这样 能量 就变成 慢慢就变成你的了 然后天真的能量 加持的能量 也可以变成你的 最后可以给你 不仅可以治病 也可以增加你的运气 让你的命运越来越好 让你学到之后感觉心情越来越好 最后擦手 擦热 全身擦一擦 拍打一下 特别是要多拍打一下你的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腰一只挺着听客的话 腰比较累的 而腰是很重要的 命门 胜仗那个地方可以拍打一下 最后我们一起来 念一念 我们的 东方常诺世界的教主 天真 太乙 救苦天真 大慈悲 太乙 救苦天真 大慈悲 太乙 救苦天真 大慈悲 那边 救苦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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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 救苦天真 长 大慈悲